国造前舰原型舰这个海昆号正在测试的阶段 传出有40多个项目没有通过驳岗测试 使得海上测试最快必须延后到明年的4月 海军司令部的参谋长邱俊荣中将昨天证实了 这个海昆舰驳岗测试进度大约是50%到60% 目前发现有10多项缺失需要改正 70项应该是不正确的资讯 另外来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前海军潜艇艇长 他的名字叫做阮芳勇 他在今年6月的时候从福建驾驶快艇横渡了台湾海峡 直奔了淡水河在渡船头的码头上岸 被依照未经许可入国罪起诉了 市令地方法院在10号进行了言辞辩论 那么阮芳勇他重申来台湾就是要投奔自由 他也知道台湾的法律没有政治庇护 想要留下来有困难 不过他坚称他相信民主自由的世界一定容得下他 同时他是当庭呈上了首会的福建沿海军事部署情报 请求何一婷三位法官转交国安局 那么审判长最后预知这个权案辩论终结 9月18号下午2点半宣判 好说到政治庇护呢日前中国大陆的作家邓廷利 他来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失败了 便被这个当场前送出境引发争议哦 那最近呢有这个立委办公室接获了陈琴呢 指出了内政部事后竟然要求机场公务人员 只要旅客喊出政治庇护就要立刻受理 而且不得告知当事人这个台湾没有所谓的难民法 也不得安排离境 这一点让基层公务人员叫苦连天 无法可依的这个状况之下 滞留机场恐怕会成为国安漏洞 出了问题谁要负责呢 请不吝点赞 迎订阅 迎订阅 都是限连天使得及 新审刊이고 有趣门 推击 未播三 нек中心 不能模仿 下 辞